我覺得蠻遺憾的 然後 從我出道 建民哥對我就是 非常非常的照顧 他是非常照顧我 希望你下輩子 可以繼續跟他當 我希望是好朋友 再一起打球 很重要畫面 這是我生日的時候 剛才馬來沒接他電話 然後後來有回他 但也沒接 但沒想到最後一時機會可以跟他通過電話 中間也都沒有 都各忙各的感覺 說真的 他生病的時候我有關心 但 也沒有表達到 我覺得蠻遺憾的 然後 從我出道 建民哥對我就是 非常非常的照顧 他是非常照顧我 後輩的 有一個很好很好的前輩 今天來跟他講 希望建民哥可以讓我走 都結束了 都解脫了 希望明明 下輩子 可以繼續跟他當 老兄是好朋友 再一起打球 中間有傳訊息就是 建民哥身邊的時候傳訊息關心 他是可能不方便回覆嗎 還是 知道 有聽說他後期 連話都沒辦法講 我其實 很多時候都是在 聽說很多時候 有一次是在節目上看到他 不管以上 上節目 那時候其實我心裡蠻替他開心的 也聽到他說他的 好像是在 八月份的時候 有時候說他的身體要想 慢慢恢復了 我心裡真的替他開心 就沒想到 現在想起來兩個人最愉快的 有一些片段畫面可以跟我們分享 然後 我剛剛最高的畫面就是在 不管是明星籃球隊 那時候 剛出道到後期的明星棒球隊 陳亮之星 然後還有之前 我剛認識他 我記得是在 正過程主持 程哥主持的那個冒險起碟 那時候就 真正認識了這位老大哥 然後 很重要的畫面 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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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大家